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魏德胜导演特别来到我们的现场 魏导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会有这个机会是因为魏导担任2019年台湾世界展望会的代言人 而且因为这个展望会有一个资助儿童的计划 这次有一个主要的计划区是在缅甸 所以魏导还特别到缅甸去探访儿童 然后也有一些交流 然后也做了一些观察 所以待会我们可以来听听魏导的经验 那我们另外一位来宾是世界展望会的公关传播处的处长杨慧平 慧平处长 主持人好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我先请问一下 那个处长 这次是为什么会想要找魏导演来做这个活动的代言人 然后到了缅甸去 其实跟魏导合作的关系 我们在很久以前他在国内他在拍摄电影的时候 也跟我们一起关心国内的一些助学的一些工作 那在今年我们就很希望说能够我们去拍一些影片的时候 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当地的一些工作 然后回来能够为我们去做更多的分享跟倡议 那我们当然就想到一直还没有邀请的到国外计划去去参访的魏导 那这一次就邀请他 我们就是在儿童人权月之前我们就前往了缅甸 那我们回来在11月20号是国际儿童人权日 在这个月份我们就一起来为儿童的基本权益一起来倡议 是 因为20号刚过了一阵子啦 但是我想大家可能已经有关注到 我们今天可以来听更多 所以魏导你接受到的任务是什么 就是怎么说 就是去观察 应该说缅甸这个地方 对于台湾的世界展望会这边 好像你们也是第一次去嘛 对不对 我是第一次 对 就是去那边观察那边 他们拿台湾的蜘蛛在那边施展 那个做的成效如何这样子 然后应该说这次去的感受比较深的反而是我自己啦 倒不是 倒不是 倒不是我去帮助他们什么 反正我是感觉是我去那边被帮助的那种感觉 怎么说 怎么说你被帮助 因为其实你去看那边 那边的资源状态 应该说那边的土地非常的肥沃 然后跟我预想的完全不一样 我以为那种贫困一定是来自于那个土地的环境 比如说像饥荒 或者是像那个土地贫瘠 然后之类的贫困 可是那边的贫困却是来自于农业的转型 农业的转型 因为那边没有做过土地政策的一些改革 不像台湾 所以大地主永远是大地主 然后电农永远是电农 但是慢慢的农耕技术慢慢机械化以后 所谓的电农慢慢就失去了工作机会 变成是一家唯一的技术就是农业 但是他们却没有施展的手脚 就变成是家庭唯一的精神支柱 唯一的经济来源 变成是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获取更大的 就是他们的生活 不会有吃不饱这个事情 但是人生不可以有任何的意外 只要一发生意外 比如说没办法就医 就是没有钱就医 或者是受教育这个事情 就是会没有钱去让孩子上学 等于说他就是 必须要在很常规的状况下赚一分 可能做一分赚一分生活一分 只要有任何的变化发生 他的产能有任何的受损的话 就会出现问题 应该说他们已经几乎到没有工作的阶段 没有工作的状态了 因为整个农业完全被机械取代了 对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们你说他们吃吗 应该不至于到吃不饱 但是就是那个地是种什么长什么 就算他在后院种地瓜也会长地瓜 种什么也长什么 但是不能没有金钱的收入就是了 所以处长 这个你也是第一次去缅甸吗 对这个国家是第一次 所以这一次选定缅甸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想法 缅甸在我们做自助人工计划的时间 已经将近十年了 当时也是因为他们很多的家庭 他们是属于赤贫的一个收入 因为赤贫的话 其实他一个月的收入可用的不到一块美金 所以就是他们这个贫穷线 整个家庭不到一块美金 对对一天一天对不起是一天 那这个他们很多的家庭 是属于在这贫穷线下 所以我们跟缅甸的世界展望会 去了解了缅甸的需要之后 我们就发现这个计划去甘蔗田 里面有很多孩子需要被帮助 所以台湾世界展望会就在台湾 邀请很多台湾的民众 开始资助这个国家 所以在邀请民众资助的时候 是就是已经有提供一些资料 让大家知道缅甸的这些家庭的状况 可是我们资助是针对儿童的吗 对缅甸展望会进到一个 从来还没有开始帮助的一个地区的时候 他们会先去了解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以及当地的居民最迫切想改善的是什么 然后我们在看说 我们一个资助计划是大概10年到15年的长期投资 那这样子的一个社区的居民 他们也愿意一起来参与这个计划的时候 我们开始会提这个计划 当这个计划比较能够长期执行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开始对民众来邀请他们 加入在这个社区里面 那因为每个月700元的资助款的话 我们并不是说直接把这个款项给这个家庭 每个月700元什么币 台币 台币 但是我们是把整个社区的孩子的资助人的权钱 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分阶段性的去运用 比如说我们刚进去 最重要的孩子在生存里面 最需要的干净的饮水 那我们这一次去也知道说 他们的水资源的一个建设 基础建设都已经完成了 所以在第一阶段 我们是按照他们的需求 把资助款是汇整起来 我好几次 因为好几次你们有不同的代言人 然后去不同的地方 我们都分享过 几乎每个地方都是要从水开始 没错 因为水是最对孩子来讲 生存他的最基本的健康教育是有关的 可是他们连这个都是需要被帮忙 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在教育或其他方面的话 是更匮乏 它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甚至有些孩子是因为要去取水 他没有办法去上学 因为他们平均取水都要来回走六公里 所以当很多的女孩是 尤其是女孩是负担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的工作的时候 是让女孩能够想上学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其实是很渺茫的 所以当我们进到一个社区 我们发现他的基本的卫生 除了水资源 他们的厕所 孩子的营养的这一块 当他们的一个基本的建设完成之后 我们开始让孩子他的教育 让他更多的发展 甚至让孩子有梦想 那我们到甚至是父母亲的一个生计的能力 让他可以有机会自己去转变自己家庭的一个模式 那我们到十年到十五年 展望会在一个社区里面 我们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 当这些居民都可以自立起来 我们就离开 那世界展望会是以儿童为最主要 是我们的关顾对象 但是如果一个家庭或社区 他没有办法自立起来 或者是有发展的可能的话 其实孩子是没有办法被翻转的 所以我们是从孩子为物 我们关顾的对象 我们让他的家庭跟社区 有一天是可以永续经营的 所以这是我们也到缅甸去看到 很多的家庭从四平 可能完全没有收入到 我们给他了一头牛 然后给他一些羊 所以你们去当然你们去的 意思就是说你们去之前 他们其实已经使用这个资助 对 将近十年 将近十年了 我很好奇说 所以这些捐款吧 或是这些资助都是来自台湾的民众 这个社区是台湾的民众 全部都是台湾民众 那我可不可以知道一下 例如说一年你们可以募得多少的款项 去对他们做资助 我们会每一个像我们台湾的民众资助的国家 就三十二个国家 大概十七万的儿童 那在台湾的话 我们有将近五万名的儿童 是固定资助 那资助一名台湾的儿童 是每个月两千元 那因为 我的意思是说 你们可以 我们大家的爱心 台湾人的爱心 有多少可以带到缅甸去做这个资助 对 所以像刚刚我提到的 我们资助了三十二个国家 其中一个是缅甸 我们缅甸的资助 缅甸的款项 它的这个每个月资助的七百元 我们是透过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款项 交给缅甸的展望会来做执行 但是现在的这个款项 有些时候 有些孩子还没有资助人的时候 我们还是有一些的短缺 每个孩子 每个月资助七百块台币 对不对 是 那有多少人响应 你们募得了多少的款项 就我的意思是说 你们每年有七十万可以去用在那里 还是七百万还是七万块 我们一年的话总的募款的话 我们大概是有三十几亿的款项 是用在国内跟国外 对 你听得懂我的问题吗 就是说缅甸现在有多少资助人 那我们缅甸这个计划区的话 我们在甘蔗田 目前是有一千多名的资助人 一千多名 一千多名乘以七百 乘以七百 对对 一个月 所以其实这个对于当地的需求来讲 是怎么样 就你看到的话 其实因为 因为要请卫导来代言就是 希望呼吁更多人能够加入这个资助 对不对 这么说因为说 我这么说就是说 台湾的世界展望会在那边所做的 虽然他资源没有到很多很大 可是他们给的方式是很聪明的 我只能这么说 比如说 他不是说用钱来分配你 比如说给你几块钱给你几块钱 像他像那个刚刚处长说的 就是给你一头牛 而且给你是母牛 让你可以生小牛 让你小牛将来可以卖掉 可以换成钱 或者是给你石头羊 让你去繁殖 或者给租 那还有更有趣的一个做法 我觉得也是很聪明 就是农耕这个事情不是一年世纪都在农耕的 一定有农险的时间 然后农险土地闲置的时候 他们就代替那些赤贫家庭去租土地 租那个农险时期的土地 协助他们做短期的蔬果蔬菜的那个收成这样子 让他们我把租来的土地让给你去耕作 然后短期的收成那些蔬菜拿去卖掉 去换取他的经济收入 然后甚至他们还协助 卫生的部分他们一定协助非常多 当地的卫生所或者是一些医院 最重要的一个是 穷困家庭 他不是每一户每个月都一定会很穷 他有时候这个月比较没有什么意外 就是穷困的原因都是要应付生活的意外 所以他们有些做法 甚至有些做法是有点像台湾的互助会那个概念 因为当地银行没有 所以变得是用那种很良善的机制 比如说每个月你这个月你缴多少 你缴多少 你缴多少 我们成立一个互助会 然后谁来贷款 我们用很低的%数 比银行要低很多的%数 借给需要的人 对 然后将来你还款的时候 就是我以为像我前面我看到这个团体 我想说这个会贷款的几率高吗 因为如果大家有钱拿出来做那个 基金的话 可是我发现他们贷款的%数还蛮高 四分之三都贷款在外面 对 然后每年的还款 还款完多余的那个利息 就分配给所有的成员 甚至有些 比如说家庭有些生孩子 或者是伤账 或者是什么 就是给个红包这样子 就是那种互助会的感觉 跟台湾的互助会像在赌博一样 是不一样 完全是建立在非常良善的一种 一种需求上 对对对 所以我想 其实这一次 如果这样想 因为刚才处长说的 就是说资助的国家很多 那不过以缅甸这一个区域来讲的话 如果想象说 有一千名受资助的话 其实 可以 应该说可以起了种子的效用 但是如果能够更扩大的话 我想可能在后面的阶段 可以达到更多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回来听听 好的 回到邓慧文时间 其实我们每个一段时间都会介绍展望会的一些资助计划跟成果 其实我刚刚了解到的是 大家听这个数字 仔细去想的话 其实台湾人真的很有爱心 一年募得的款项有到三十几亿 然后来资助各个国家 当然也包括国内的一部分 所以其实真的 刚才出场说其实在全球的这个应该说捐款里面台湾几乎都排在前五六名这样子 所以这真的是非常棒 那么我们来请教一下魏导你到缅甸去听说拜访了四个家庭 是你看到什么 你住在那边吗 没有住在那边 但是就是有跟他们聊 聊他们的状况跟受资助前跟受资助后的感觉 透过翻译聊吗 那其实那边我跟他们聊了以后 我发现那边真的很友善 那友善到我们跟他聊 聊了半天 然后聊完以后他也不知道我们是来干嘛的 你知道吗 就是说我不知道你来干嘛 我不知道你是谁 我竟然把我全部都告诉你了这样子 然后他们也真的是 像有一个家庭是一个妈妈 然后他的丈夫过世以后 他整个家庭就完全失去经济的资助 然后有些女儿已经嫁出去了 还有两个孩子还这么小 差不多年国小二年级三年级而已 那唯一的大儿子还跑到泰国去打黑工 然后又被逮捕被抓 然后又遣送回国 然后变得是没有办法生活这样 整个家庭愁云产物啦 还有那么多的孩子要养 一个老妈妈也不知道干嘛 每天只能卖一些手边的那些鞋子啊 或是藤具啊在卖 可是那个东西其实卖没有几块钱 然后司机长就送给他一头牛 然后也交给他们一些蔬果 一些有经济价值的一些蔬果 让他在他们的后院 可以种植那些比较有经济作物的蔬果 这样子 我现在想一下 养一头牛 就送给他一头牛 是很快速的可以解决一点什么问题吗 还是要很久才有看到效益 其实蛮快的 是乳牛吗 所以他就可以卖牛奶 母牛不见得是乳牛 母牛 但是母牛会有牛奶 然后所以他会生小牛 可是假设我今天非常贫困 然后我得到一头牛 然后第二天开始日子会有什么不同 当我们自助这个家庭的时候 我们开始会先送粮食给他 让他可以 基本的生活可以先被满足 那我们在自助他之后 我们给他这个母牛的时候 我们也让他们的家庭 他的家人可以加入 知道怎么去养这头牛 那他的养这个牛的话 他那个牛奶是最快 我们听他们讲 他们就是可以先去做 这个技术我们也会教他 当地展望会的工作人员会教他们 他们可以先去贩售这个牛奶 然后自己去 可是一头牛可以有多少牛奶 可以这个有帮的 可以帮得了吗 应该说在这个过程里面 不是说给你一头牛 然后就不管你了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过程还是会让你 到这头牛有生产价值的时候 一直一直协助你 比如说补充补助他们的粮食上面的补贴 或者是协助他们那个 牛奶能做什么 牛奶除了能喝还可以转做 转转 可是只有一头 我的问题是只有一头 你又不是养十头 是啊十头 对我们去的时候 他们已经长了 已经生了小牛 那小牛这样渐渐长大 所以我们也是让它永续 因为我们也会告诉这些家庭 就是说当我们资助你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把所有物资全部搬来 就让你一起的改变 那我想让听众朋友可以感觉 比方说卫党 你如果帮他拍一个纪录片 或是电影的话 有了牛之后 你会怎么呈现他们生活的改变 他们可能就开始 例如说他们可以挤牛奶 这样吗 可是一只母牛的牛奶 应该没有办法让他们的生活纾困啊 那一天能够有多少牛奶 是是是 但是我们不要把焦点子放在牛 牛只让他们生活有个依靠 这是预防万一用的 这不是生命的全部 所以还有种菜这个事情 然后你为了养这头牛 你必须要付出劳力 因为在家里面没有工作 你必须去砍那些牧草来给牛吃 对对对 那个就是一个工作 然后牛会回馈你 牛奶或者是什么 然后生活的一些补贴 他们还是会资助 不是说我就给你头牛 就不管你 就是生活上 比如说每个月700块的这个 他还是会分配 有些是在这个协助 这种牛真的 真的对他们产生经济价值的时候的这个过程 还是会补贴他们生活上面的需求这样子 明白 然后你们说后来去看他已经生了小牛 那生了小牛之后就要一起养那些小牛 然后是要把小牛长大 养大之后做什么 其实小牛通常是应付意外用的 生活有了意外就把它卖掉 万一有问题就可以卖掉这样子 我觉得因为这个牛真的是非常有象征的意义 其实是我听起来是可以驱动他们从 好像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谋求生计到他们开始有 应该说是透过这个让他有了想法或者有了动力 那很多事情可能就会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牛其实会是一个象征 那这是其中一个家庭吗 那这个家庭其实我 我其实蛮感动的就是 当我访问他们家庭访问完之后 然后他妈妈就说 你们两个带这个先生去我们家里面看看 看看我们家有什么这样子 其实家里面真的没什么空荡荡的 但是他 就是他们家吗 对那个两个小孩子就牵着我的手 哎他手背一牵 心里突然间有点不太好意思这样子 就是两个小孩子就拉着你的手 然后就告诉你 这是我家的厨房 啊这是我家的厕所 啊这是我们睡觉的地方 啊这是我们的菜园 然后这是我们的养牛的地方 这是我们洗澡的地方 然后最后把一条很大的瓜送给我 就其实就是他们在这么 这么缺乏 缺乏物资的状态之下 他们还这么慷慨 对对而且我对他们来讲是一个 我不知道你是谁 嗯 你还问我那么多事情对不对 对对对 他只要从台湾来的朋友 对离开的时候还送我一个 一个那么大的瓜 那他们知道 他们有接受台湾的自助吗 对他们知道 所以听说你在那边跟他们介绍台湾 是不是 你怎么介绍 那个是有点意外啦 那个是我本来在下面听他们唱歌跳舞这样子啦 然后一群三岁的孩子 突然间我被cue上去要介绍台湾 我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介绍 他们是三岁的孩子 三岁左右最小班的那种 然后我突然间就想说 好吧不然你拿一张大纸 拿一张纸来 我就画了一个台湾的样子 我就说我是从这边来的 然后你们觉得这个地方看起来像什么 那有人说像鸡腿 有人说像他们的 他们的那个那个 他们缅甸习惯穿的那个裙子 那我说 台湾有人说长得像地瓜 也有人说长得像一只鲸鱼 但是我觉得台湾像一个抱着孩子的妈妈 抱着孩子的妈妈 就是妈妈抱在把孩子抱在 就是大肚子抱在 就是抱着孩子一个妈妈这样子 然后就就在那个台湾 画的台湾又画了一个妈妈抱着孩子这样子 孩子突然安静下来完全在听我 看我话我突然间有点感动 我让一群三岁的孩子安静下来 真的 对我说我是来自我来自一个爱孩子的岛 所以我爱你们我也来看你们这样子 他们我自己都觉得我那天讲的还不错 很棒 很感的 孩子真的是安静然后针住的听 是那我想你为什么刚刚会说 你觉得不只是你去帮助 而是你被帮助 是因为他们回馈给你的这些感动吗 应该说你看台湾过了那么久到现在 也富裕了 然后也心灵也因为富裕了 然后心灵也匮乏了 我们已经不相信梦会被实现这个事情了 对 然后你去那边看那些孩子 你每次访问任何一个孩子 再怎么穷困的孩子都有梦 都有梦 而且那个梦是很鲜明的那个鲜明的那个图像就告诉你 我要当总统 为什么我想当总统 因为有很多事 我如果当总统以后我要改变什么 我要改变什么 是有想法的 不是像我们小时候我的志愿是当总统 不是这个样子是有想法的 我要当工程师 我要当医生 我要当老师 每个人的梦都好美 可是你会你看这些孩子 那么小的孩子 你看他们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那么鲜明的在建构他们的梦的时候 我们心里就越听越酸 因为你知道那个梦好像离他们有一点点的遥远 这些孩子他们通常到十四五岁左右 如果真的家庭情况真的不好 或是父母的观念不好 他们通常就要面临的是结婚 然后就开始要生孩子 他们就进入到另一个要提供经济资源的一个工具 而不是一个带着梦在前进的人 那我就想说 所以我回来以后一直在思考说 如果看到一个孩子有梦 你说我们能够忍心不看见那个事情吗 因为他们的存在并不是为了生存而已 是他们真的对他们的未来有期待 所以我在想 如果每个月七百而已 就可以让一个孩子的梦有机会成真 那我们在吝啬什么呢 是而且我觉得那个让一个孩子的梦成真 不只是让一个孩子 因为他周遭的人也都会上映的获得改变 对不对 我们请大家休息一下 也许你现在可以查一下世界展望会的资料 回到邓会文时间 今天和我们在一起的是魏德胜导演 魏导是2019台湾世界展望会的代言人 他刚从缅甸回来 那么今天和我们在一起的另外一位是世界展望会的公关传播处的惠评处长 刚才我们其实试图去想象如何是一个有效 因为魏导说这个资助的方法很聪明 应该就是很智慧这样 不是说你如果只是把钱 这我之前访过你们其他地区我就有这个概念 如果只是把钱就是不断的送进去 第一他们是被动的 他们没有尊严 然后第二就是他们需要透过 其实这个资助是要活络起他们自主的能力 所以这中间有很多启发跟教育的意味在里头 刚才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说 讲到他们的那个社团 对儿童社团 儿童社团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这是他们意识的一个觉醒的地方 所以导演有去参观他们聚会 有 这是我对那些孩子最大的意外 就是说他们其实都要十几岁而已 口才之好 真的 口才 然后针对一个事情 针对儿童人权的那些议题 那么硬邦邦的议题 然后一分组 然后每个孩子在表达自己的想法 所以他们就是好像一个workshop这样吗 就是聚会多久聚一次 他们大概每个 对有课程的安排 每个月他们都有不定时的一个聚集 所以那个帮他们带课程的人是 掌握会的工作人员 加上志工 然后也有当地的 都是当地的 我们当地掌握会的工作人员 然后他们就有课程 那频率很高吗 例如说每个月都有吗 还是每周都有 每个月都会有举行 然后你说他们就 我是听不懂 我是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可是你从他的表情 他的表情跟那个严肃的 那个严肃的说话方式 然后辩论 两边在辩论 可是那辩论的方式真的就是 他不会去插嘴 就是我一直讲讲讲讲到 讲完之后换你论述 你论述完之后换你论述 那完全不是背台词 十几岁的孩子 对好强啊 他们都有想法 好厉害 然后看完之后 我就换我很好奇 问他们说 你们怎么会讲 然后感觉好像你们都 对这个想法都觉得 很清楚儿童的人权干嘛 然后我说那你们 你们有遇过你的同学有这方面的问题 但是或者是你家里有这方面的问题 但是你们会跟家里反映儿童人权的问题吗 他们反而安静了 他们说不会 因为他们还是有他们的文化跟规矩 他们不会反抗大人 对 那然后呢 那个世界展会 那当地的那个世界展会同会也很聪明 他知道他们当地的文化是那种 上下关系其实还蛮鲜明的 对对对 所以他们就表演 用表演的方式 然后让家长坐在下面 看他们表演 用表演来告诉家长说 你这样不对 那你看到他们演什么 就演一个酒醉的爸爸 然后叫孩子去买酒 然后那个孩子好像买了酒 跟爸爸起冲突 然后两个有些争执 然后到最后 那个孩子就离家出走 然后那个爸爸 就是讲这种故事 甚至听说还有一些戏剧 是讲到那个喝酒醉的 就是家里有孩子被喝酒醉的爸爸打 这样子 就是打到那个下面的 真的演那个被打的那个孩子的爸爸 坐在下面都流眼泪了 就觉得说我的孩子被打 然后他就听说也戒酒了 就是我觉得这种教育方式 反而是用戏剧表演的方式 这个教育不是在教育孩子 反而是在教育大人 而且是用一种 怎么就绕过了 那个挑战权威的方式去呈现 可能说请他们来看孩子的演出 或是什么 所以其实我刚刚本来一开始以为说 魏导师被展望会早去那里拍摄东西 结果后来我说 那个惠平跟我说 你是去备拍啦 你在那边你有没有很想 把那些画面捕捉下来 你看我们刚刚谈了一个家庭嘛 然后一个社团 你还有去另外三个家庭 对不对 那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 很想把它呈现出来 或者说给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知道 说可以让他们跟你一样 有这个热忱的 嗯 我再介绍一个家庭好了 这这个有一个家庭就是 其实爸爸妈妈都很年轻 他孩子也很小 多年轻 多年轻啊 就差不多二十几岁左右吧 是 对那个爸爸也还蛮壮的这样子 那个就是 就是跟以前 就是我之前写过 做过赛德克巴莱 然后有 其中有一幕提到 那个头目酗酒 嗯 然后知识分子酗酒 这个这个这个东西 不是酗酒 就是喝酒喝醉 那就是有一段话就喝醉 我就我们就能够自在的唱歌 就能够自在的跳舞 就不用去管 外面的日本人有多坏 不用管 族人对我的期待是什么 喝醉以后就就就就 就一切都没事了 这样子 对不对 这个东西 我在写的时候 还没有那么大的感触 看到这个家庭以后 那个感触就特别强烈 你想一个家庭 然后爸爸没有工作 身强体壮 但是没有工作 然后对外面的那个世界 又这么的无力 对于家庭的期待 又没有办法给予 一些生活上的东西 孩子生病 孩子要受教育 他也没无奈 所以只能 只能去买酒 然后让自己喝醉 然后忘掉这些事情 这样子 喝了酒被太太念 他就生气就打太太 然后太太就离家出走 一个家庭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有点濒临崩溃的一个状态之下 这个时候 世界展望会的介入就是 这次反而给的不是牛 是给他十只羊 十只羊 有公羊 有母羊 那这个考量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评估他们家的经济的需求 还有生活的那个住家的可能性 所以他们就把羊养在家 因为那以前他们住的房子 是属于那种高脚屋 养在屋子的下面 这样子 你有确定有跟那个喝酒的爸爸讲好 说不可以喝酒配羊肉乳 没有啦 他们其实没有那么 其实听说也借酒了 也因为 透过这个让他有工作产能 对对对 他觉得自己是有用的人了嘛 诶十只也不少钱哦 然后他应该就是感觉 得到了一个他要管理的 一个序幕的一个 对对对 一个团队 那现在羊已经变三十几 三十只了 变三十只了 所以有很多的家庭 当他又生产出一些小羊 或是小牛的时候 甚至有很多家庭 愿意把他在生产出来的 分享给其他需要被帮助的家庭 因为我们那整个社区的话 是我们一起就是做 一起做发展 所以有很多的家长在 他已经开始改变的时候 他很乐意去拉一个 正在贫困当中 对他知道那个历程 对对 他知道那个历程 这个过程当中 应该会有很多人 他其实是性格上 其实得到了一些疗愈 跟一些改变 吃咯 不只是一个物质的人 我刚刚其实听到你在说那个 十几岁的时候 就进入婚姻啊 就进入婚姻啊 特别像是女孩子 所以可能就没有再发展自己的 这个机会 对对 那个缅 day disease 社会例如说他们的政治啊 政经局势是稳定的吗 嗯 也不太稳定 我们去的在那个社区里面 至少在生活上面 目前是稳定的 那因为我们也 没去谈太多 他们现在的整个的 环境的问题 因为也不方便在那里去谈 那你们会例如说 会除了说让他们自己可以去 有安全啦 然后自立之外 对于他们的一些 像这种十几岁 就是结婚啊 生小孩这个东西 这可以透过一些教育 或概念来改变吗 这个也是在我们儿童社团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那我们曾经在不同的国家里面 很多这种例子就是 当这个社区 社团里面的女孩 他们听到可能是她的同学 或者她家人 有这样子的一个 要找婚 同婚的一个例子的时候 当她没有办法跟她的家长 去做反抗的时候 她是去 她知道有可以求救的 比如说市业长会的工作人员 或者是结合老师 一起去改变 所以有很多的例子 都是因为这些在 学生社团 在儿童社团里面 她知道当她有权利让自己继续读书 她有权利去要求这个就是协助 所以当他们有这样子一个知识 跟那个知道 她知道之后 有很多的故事其实是一直在发生的 你们去的是缅甸的乡镇 不是城市 不是城市 是偏向 非常 所以那边的孩子过的是很简单的生活吗 或者说他们网路这种事情是在他们那边存在的吗 目前现在是有 那他们是蛮偏向的 但是他们在整个网路上面 他们还是会用手机稍微 他可以接触 但是他们并不是很发达 所以他们能够透过 例如说像是数位资讯或网路资讯 可能快速的传播这些概念吗 没有办法到那样的状态 对 但是就是在我们的社区里面 我们跟他们在做 不只是家庭的一个生计的改变之外 在儿童社团让他们知道 他们有的一些的发展 他们有一些的权利 这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当一个女孩 如果她有接受教育的时候 对于她未来整个家庭社区 甚至是国家的长远的改变 这个统计数据跟我们跟联合国这边 都有一些很重要的数据 因为像当一个 甚至有一个数据是说 当一个妈妈如果她有接受 她多读一年的书 甚至她读到18岁以上 她的孩子活过5岁的几率是更高的 对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数据是存在的时候 我们也是给孩子一个 不是只是给他们一个遥远的梦想 可是我们告诉她 她可能14岁15岁继续读书的时候 我们给她一个学习的空间跟环境 然后我们也支持她 让她有机会去读书 那这次我们去也看到一个少年 跟少女他们可能在儿童社团里面 他们可以开始梦想 他们到城市里面去读书 然后可以分享他们的梦想 因为他们家庭的经济 或者是已经改善到可以 可以让他们有这个梦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让孩子自己去想 而不是工作人员或是家长 为你未来的梦 然后还要再push你 我觉得这是让孩子 他可以自己知道 然后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 以及很多的志工 协助让他们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这个 有点像是一种model 有一个模式 让他们可以去学习 是所以其实我们其实深入的谈会可以想象说 对于一个贫困 然后可能文化上或教育上 都有很多局限的地方 你要着手去帮助 那有人能够出资 可是要有人有想法 我觉得今天我听到很多的过程 就是说这里面最重要要培育的价值 把权力 让他们长出他们自己的自主力来 这个是多么的不容易 这其实是要非常有经验的一个计划 我想展望会也经过 也经过很多的尝试 才找到了一个model 我们休息一下 好的 这里是邓慧文时间 听说魏导在去这样子探访之后回来 也做了这个任养的这个资助 对不对 其实很早以前就想做了 是 但是那个都没有那个冲动期 通常是我有冲动我要做 可是那些程序跟手续就觉得办完以后不知道 就是要做很多的动作 所以就说好那等一下做好了 那中午做好了 中午就想说吃晚饭忘记了晚上做好了 我觉得大家现在听节目也是这样 大家听到这里都觉得很有意义 可是等一下就洗澡睡觉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请大家行动这样子 就马上上网马上做这样子 对 mountain 上网到这个台湾世界展望会 对对对 对对然后如果你要资助的话 你就可以选择你要什么区域嘛 对不对 对对对那个魏导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然后那你怎么选择 你要资助哪里 以我来讲 我当然是因为这是去这边 然后我们去探访了几个家庭 刚好有两个 他还没有被 还没有资助人 你去探访的就有两个 没有被资助人 那我就认领这两个好了 所以你不是从网站上面找的 你是直接跟他们讲的 对因为我本来是想说网站找 可是就觉得那么多孩子的脸 所以网站上会看到很多 有带资助的孩子 你可以看到他的脸 那有什么他写简单的几句话吗 我几岁啊或是怎么样 还有些孩子会用他的语言 跟你自我介绍跟你打招呼 影片吗 影片照片都有 甚至你可以看到 我们在那个社区 已经做的一些工作 有些照片有些影片 让你对那个计划趋势 多一点的认识 那你可以在网路上面 直接看到你想资助的就可以 那你觉得大家是怎么决定 要资助哪一位孩童 在最近有很多很多资助人 选择的方式 他都是选择等候醉酒的那一个 所以我们很多的资助人 他可能不是去挑哪一个孩子可爱 哪一个孩子如何 那他们是找到那个等候醉酒的 赶快让他有一个资助人 但是有一些资助人 他可能对于非洲或亚洲 或某一个国家 或特别女孩 对特别女孩 那因为很多的父母 他是比如现在家里的孩子 并不是很多 他可能就是有一个儿子的时候 可能资助一个男孩也跟他做伴 或者是一个女孩 就是成为全家人一起资助的一个对象 所以他们就会想说 可能跟孩子年龄相仿的 所以他可以看到 在网页上面可以看到这个孩子 他的年纪 所以那是可以未来有联系的吗 对 那我们会 比如说他会知道他的资助人是谁 然后甚至你们可以协助 例如说他们通讯啊或什么 我们资助人会知道你的孩子是谁 你可以拿到孩子的基本资料 那你可以跟孩子写信 但是有很多的资助人 他可能如果不写信的话 我们是可以让资助人的身份是做保留的 可以自己决定 对 因为现在的通讯很方便嘛 以前这个就一张明信片飘洋过海 这样然后拿到就是非常的珍贵 对不对 然后孩子可能圣诞节 可能收到一个铅笔啊 或什么 我们以前听过这样的故事 现在其实就可以用email啊或什么 对 他们信件来 那在我们的网页有一个叫做我的资助笔记 那孩子给你的圣诞卡 或是他每年的一个成长记录 他的社区的照片 孩子长大的照片 都可以放在网络上面 我们有个资助笔记 那你成为资助人 你就可以帮 大家可以用手机 就可以看到你孩子每年资料 帮你存在你的资助笔记 也许有一天有见面的机会 有哦 有很多 所以为了我们最后 你给大家什么样的呼吁啊 加入你的这个热忱 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待孩子 经常会用那个 我资助你的这种概念 这个概念其实有时候就是站在一种强者对弱者的看法 那我反而这次去了一号 包括我自己也有孩子 我常常会想说 我们是不是偶尔也试图蹲下来跟孩子说说话 然后把孩子当朋友 不只是父母要把孩子当朋友 我们看别人的孩子也可以把他当朋友看待 不用就是给他有发言的这个权利 给他有参与这个你的生活的一部分 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次我跟我小孩去走路 去从台东走到花莲 那整个过程基本上是都是 整个行程是共同商量的 中午要吃什么 然后我们要走哪一条路 然后我需要你协助的时候 你需要我协助的时候都讲出来 我觉得跟孩子能够在这种互动之下 成长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所以世界展望会这次除了 我就关注太多 关注很多儿童的权利 不如蹲下来跟孩子说话 好 因为时间即将要结束 我就作解 然后我想这样大家就可以了解 儿童人权的意义 魏导已经做了最好的诠释 是好 请大家付诸行动 如果你有爱的话 谢谢魏导 谢谢惠平处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